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番茄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游戏实况 如果可以回家早一点 根据这个游戏的桌面和这个温馨的音乐 还有这个温馨的字体 这个温馨的风格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 那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游戏 那么确实这个游戏我刚才玩了一点点 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浪漫 跟爱情跟家庭相关的这样子一款解谜小游戏 那么我们从第一关开始玩 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角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 说我有一个挺蛋疼的困扰 没错我们的主角患有高纹癌 然后他的妻子对他不离不弃 那么可以看到啊 这就是我们的男主角 这就是我们的男主角穿着这个拖鞋 那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关 第一关的名字叫做绝色扮演 我们来到家里会发现 对这个游戏呢就是 非常温馨就讲说我们的老婆在家里突然暴毙 然后我们要回家找到这个一切的元凶 BGM应该突然就开始紧张严肃起来了 没错 好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作为一名侦探 回家来虽然说 什么 对他熟视无睹 所以说 不是死了吗 我肯定要先找破案线索呀 哎呀 不是这个老婆 其实没有死 那就好办多了 我们不要对他熟视无睹 从他的屁股里面拔出了一把剑 啊 这个关就简秘结束了 从他的屁股里面把剑拔出来 我们的老婆就复活了 其实我们的老婆根本没有死 我们的老婆呢 只是在装死 看到没有 这个游戏很温馨吗 好的 接下来第二关 蛋疼的困扰 下面说 怎么说呢 好像说蛋疼又有点不对 我的妻子非常喜欢搞怪 好的 第二关 世界最好吃的猪肉 炖排骨 看看我们的老婆是怎么去世的 为什么我们老婆食物中毒了 可恶 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纸团上面写着有毒 这个排骨汤上面贴着解药 那应该就非常简单了吧 把我们的这个解药给他 老婆应该就复活了 啊 可以看到这个解冰游戏真的是太简单了 简直是在侮辱我老番茄的智商 啊 可以看到我们的老婆非常喜欢装死 好 看看今天是怎么死的 啊 这是坏塑料板 模模糊糊写着凶手在这边 不是你也没死 但是你为什么在哭呢 哦 我的宝贝 请你不要哭泣 Don't cry Masalina Masalina是什么东西 怎么感觉好像串游戏了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啊 这个就是可以转我们头顶上的这个柜子的方向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卵用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个方块5 有个三角5 有个圆2 然后这个宝箱是干嘛的 需要一个钥匙打开 好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钥匙在哪里 那我觉得钥匙呢 肯定是在这个地方 肯定藏在这个柜子里 现在我们就要解答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怎么怎么摆放这个柜子 哦 他告诉我们要按下面的方式摆放 啊 那真的太简单了 是吧 就是要把柜子摆放成下面这个展示的样子 啊 果然是如此 好 剪到这把钥匙 接下来呢 用钥匙去开这个锁 啊 发现里面原来是台收音机 收音机要我们打密码 然后下面有方块圆圈三角 那我们就看一下方块圆圈三角 五个方块 两个圆圈 五个三角 五二五 So easy 哇 发现了一只猫 哇 发现了一只橘猫 这么胖的橘猫 我是怎么搬得动的 我果然是一个强壮的男人 接下来我们看看 我们把这个橘猫给了我们的老婆 老婆很开心 啊 老婆需要猫咪 好的 那下一关 这个关 可以看到 BGM都变了 猫咪不给我们摸 猫咪为什么有个兔子耳朵 很可疑啊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柜子 哇 这是干嘛的呀 就是让我们拼 拼一个画啊 这是个鱼嘛 拼完了之后 获得了一幅画的一部分 啊 这个地方可以放画 看看我们的老婆 头上中了一箭 哇 你头上中 插了一根箭 你还能活着 果然不是凡人啊 老婆 好 看一下 这边又要我们输三文密码 但是我毛都不知道 这没有任何 啊 这边有一个什么 4102 4102 看看是不是我们的密码 4102 哎 还真的是对的 好 又获得了一幅画 拼到了一只鱼 啊 我知道了 我们要把这个鱼 贿赂给这个猫咪 这个猫咪就把它头顶上的 这个耳朵给我们了 然后摸一下它 我还不给摸 我给你吃鱼了 哇 靠 这个猫真的是狗 不是 这个猫真的狗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兔子耳朵 我相信这个现在肯定是 让我们自己戴上兔子耳朵 给老婆开净一下 不是给自己戴的 那给老婆戴 听不懂咱咱说什么 好 老婆要搬水 老婆要搬水 老婆不想搬水 你看这个游戏的名字 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 如果回家早一点 我们就可以帮老婆搬水 老婆就不至于搬水累死 好了 首先看看猫 叫了 现在给摸了呀 刚才怎么不给摸呀 我摸死你 我摸死你 好了 知道错了吧 知道错了 最后摸一下走了 再见 好 首先桌上有一杯水 不是杯水 是一个玻璃杯 我知道了 简单来说 就是让我们去鱼缸里 舀点水给老婆喝 这个鱼缸的水不让咬 老婆不喜欢吃鱼 老婆在这里劳累过度 这个水 我们把它给搬上去了 老婆搬好了呀 搬好了呀 你不要死了好不好 你不要死了好不好 看看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一个柠檬 上面的贴条看一看 上面的贴条 简单来说 就是老婆喜欢吃柠檬 不喜欢吃药 我们先看看 首先 第一步 首先倒点水 这个还要出密码的了 我这就试出来了 这就太轻松了吧 倒一杯水 放一个柠檬 柠檬水 老婆 给你喝柠檬汁 老婆说 好酸好好喝 我复活了 接下来一关 老婆再做饭 做糊了 老婆变成了非洲人 好的 这一关呢 我们就要拯救 这个脸被烧糊了的老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显而易见 这里有一个鸡 然后呢 我又来摸你了 哇靠 刚才不让摸 我摸死你 算了 我这个人也不记仇 让我多摸几下 就不来烦你了 好 摸一下 再摸一下这个鸡 这个鸡会摸 摸它 它就会动的 哇塞 哇 这个鸡是可以摸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一关 关卡就要可以摸鸡 可以摸鸡 可以摸鸡 好冷啊 好冷啊 老婆你在干嘛 老婆背上有个蜡烛 有个叉子 这是今天的晚饭 请食用 可以吃吗 不可以食用啊 看一下这关的关卡 还是刚才那张纸 简单来说 我知道了 这关就是我们要做蛋炒饭 咕咕咕 这里有两个小米 这小米是不是要放电饭堡里啊 好 小米放进电饭堡里了 这个饭出来了 做好的饭 我们去给老婆 不对 他要的是蛋炒饭 不是你还没给我蛋 哦 这还有一把小米 哦 我知道了 你要吃米 哇 你的腿怎么这么长 哇 这个鸡蛋都没有摔碎 金刚蛋 然后把金刚蛋放到这个饭里面 啊 不行 那我们把蛋和饭一起给老婆 老婆先给你吃个蛋 再给你吃碗饭 不行 他不高兴 他一定要吃这个蛋炒饭 哦 我知道了 不能用电饭堡 不能用电饭堡 需要用锅 需要用锅 首先把蛋放进锅里 把米饭放进锅里 哎哟 对不起 老婆久等了 给你吃一碗新鲜的蛋炒饭 老婆很高兴 当场复活了 好的 这次啊 就是老婆以前 一直和我们一起看电视 但是现在工作忙碌了 我们没有办法 陪老婆一起看电脑了 回忆杀 这张的名词叫 突然进入感人路线 跟你们说 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游戏 所以说这关的 主旨肯定就是和老婆一起看电视嘛 首先 这边有个C 这边有个梵膏 哇梵膏后面有一个 然后摸一下这个猫 没把B摸两次猫好吧 进去 C矮 绿矮 老婆 老婆 你快醒醒啊 老婆 老婆 突然摸着老婆 摸出了一些事情来 好像是可以转这边的窗户 让它变成正确的样子 来吧 C O K E 可口可乐 绿的I 白的P 还有什么啊 这是蓝的H 我知道了 红的C 蓝的H 绿的I 黄的 P P Chip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获得了一包薯片 然后刚才还有个C O K E 是吧 这个里面可以输吗 就我们输什么单词 它就会出什么东西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输一些 出来吧 科比布拉恩特 哦 没有B啊 可恶 没有办法召唤科比 好吧 那我们只能拿着这个薯片和可乐 去和老婆看看 可不可以一起看电视 给你吃可乐 给你吃薯片 然后获得了一个开机光盘 然后开机光盘 哦 开机光盘可以选择Steam 或者是看电影 那么我们当然就是 游戏要什么女人 不是 要和老婆一起看电影 没错 要和老婆一起看电影 你看我毫无犹豫的在老婆面前选择了电影 好的 这一关看看老婆在干什么 老婆在记笔记 老婆 老婆在 老婆把笔记扔飞了 哦 是小说家 他在写小说 好的 我知道了 哇 这个小说家怎么上面有 只有 只有 只有20秒 不是20秒 只有两分钟 看一下这个是干嘛呢 这让我们调123 123 这个128 什么东西啊 哎呀 这2的几次密 我们现在要把128拆成 这个2的几次密的核 我们随便试试看 63127 127 差了个4 哎 好了 很简单 很简单 好的 获得了一片碎片 这边有一个第二片碎片 又有一段故事 啊 这边又有一个谜题 看这边是干嘛的 让我们摁一下 啊 这个是9 哎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哦 哦 869 他让我们要666 那这个是6 6 6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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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简单了 好了 我们已经有三段故事 我们可以去救我们的老婆了 好 老婆 我把你的故事给你了 三段故事 不对啊 他扫着扫着地突然晕倒了 然后就送去抢救了 只有30秒 哦 这边还有一个题目 这边还有个题目 我们这个左边是红的 右边是绿的 然后 哦 这可以可以动 哎 这不能动了呀 还重来一次 绿的也可以动 红的不能动了 哦 哦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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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东西 精妙精妙 OK I got it 好的 我知道了 他这个简单来说就是 红的可以往右 绿的只可以往左 红的可以跳一个 跳一格 绿的 可不可以跳红的 不行 只能跳绿格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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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耶 好了 拿到了 啊 简单来说就是个智力小谜题 好了 接下来 看看看看啊 多了一个新的 这不是很简单吗 就是他在厨房倒下了 然后被医院送走了 然后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好的 好的 完成了你的弱智小谜题 好的 老婆终于活了 OK啊 那今天就展示这几个关卡 这个游戏呢 其实后边还有非常多非常多有趣的关卡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TapTap上面下载哦 那么我是老范茄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